冬天的时间大部份的病人的血量通常都会比较高一点 不然而知心脏负荷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工作量会大一点 也冬天老实说我们飞出汗会比较少一点 比较容易会有些水分积聚的问题 等等这些原因都会令到心脏负荷大 而继而令到身体积水而令到心衰竭的病症出现了 那些病人也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病症 他可能纯粹是觉得晚上睡觉有点咳嗽 因为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这些病症会特别明显 他会觉得睡觉时有点咳嗽 或者一条气不太顺 又或者可能有人觉得特别 这段时间已经那么容易累 可能平时我可以 精神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现在特别 可能很早已经觉得很累 或者可能走几步路 觉得好像没什么气、没什么力 这些都可以是心脏衰竭的一些迹象